好 英雄 應該要問老師給我們休息 哪一個老師 英文 剛剛我們休息兩分鐘 剛剛我們休息兩分鐘 來 你把課本打開 我們現在要做到課本教 好 把基本觀念把它經歷好 慢慢講 好 把它講完 放到第六頁 第六頁 好 來來來 我們先來看上面那一題 來 那上面這個題目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慢慢帶著同學把它做完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重點 會比較乏在後半段的那個定位數列 來 這個題目 我就給他一個讚就好 他這個題目是這麼說 他說給你一個數列 第一項是3 第二項是-6 第三項是12 然後點點點 他的末項是誰 末項是-384 然後他就請問你 下列幾個問題 來 第一個問題 非常簡單 他問你他首項是誰 這誰不會啊 首項是3啊 對不對 來 寫上去 首項A1就是3 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 我們要問他問什麼 第二個問題問你公比 那公比還不簡單 發覺等比數列就是比值相同 所以你要求公比 你就用後項除前項 所以公比就是-6 再除以多少 3 所以顯然公比是多少 -2 你們對等比有概念對不對 好 再來第二小題 哈囉 安靜 第二小題他問你這個數列第五項的值 我覺得那第五項的值很容易算 他其實就是首項A1 那在乘上公比R的幾次方 4次方 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不會有問題對不對 那首項顯然是3 那乘上-2的幾次方 4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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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16乘3 所以答案多好 48 好 這個很快把它寫出來 然後再來第三小題他問你 他問你說他的墨項-380次 到底是這個數列的第幾項對不對 那其實這種題目做法很多啦 不過我覺得-384也不是一個很遙遠的數字 不如我們就一個一個數嘛 比如說3-62 來告訴我下一個數字是誰 首項是3嗎 對啊 12再下一項應該是誰 -24 然後再下一項是48 再來是-96 再來是190多少 92 然後再來就-384 所以數一下12345678 他是第八項 這樣可以吧 這簡單數一下就好 那如果你要用算的 當然我也沒有意見 所以這個-384 下來是第八項 這種題目很簡單 我們很快的就把它帶過去就可以了 好 第一題喔 來 他接下來我們來看下面這一題 下面這一題就比較有趣了 下面這一題我們給他兩個站台 這一個題目可能就有些同學就比較不會出名 這個題目他是怎麼說呢 他說有一個等比數列 等比 畫起來 每一項都是正數 這個等比數列的每一項都是正數 那給你兩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來 第一項A1 乘上第三項A3 相乘的結果是多趟 相乘是1 然後第四項A4 是多趟 4 好 那這個題目問是什麼 我問你手下他要求 求多少 A1 到底是多少 OK 來 這個給同學一點點時間 我不知道你看到這個題目 你會怎麼去考慮它 好 來 先寫看 好 我先讓你寫 好 先寫這一題 好 只有第六頁 好 下面這一題隨當練習 來 那我想我剛才下去看 看到幾個同學的做法是這樣 來 同學你看我的編畫 第一個做法就是 當然 這是個等比數列 那同學曉得一件事情 我們之前講等比數列有講過 比如說SYZ 乘等比 介紹一下 這個上次講的 同學 這三個數字乘等比 那我們有等比中向的觀念 同學Y平方會等於誰 S乘Z 對吧 是不是有這個結果 有這個結果對不對 所以你從這個地方 同學A1乘A3等於1 所以從這裡應該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同學A2的平方應該是多少 應該就是1嘛 所以這個A2算出來應該是多少 1 應該是正負1 可是負的不懂 為什麼 因為同學說它每一項都是正數 所以A2是1嘛 那A2是1 A4是多少 4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 這個A4啊 第四項 它其實是把第二項再乘上R的幾次方 兩次方 對不對 你把第二項再乘上R平方 就得到第四項 所以R平方就等於4 所以你的R算出來 應該等於正負2 可是我們只能取2 不能取負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說每一項都是正數嘛 你知道R如果是負的 是不是代表說你這個等比數列 不會不可能每一項都是正的 所以R是2 那既然R是2的話 那我想這一集其實也就結束囉 他要問第一項 那我想第二項 第二項我們知道是1 第二項就是第一項A1 再乘上R 所以第二項5是多少 第二項是1 所以會等於2倍的A1 所以我們馬上就知道哪一個首項A1是多少 2分11 我看有蠻多同學是這樣做的 可以嗎 透過等比中項去做處理 那當然有些同學他不是這樣做 你知道有些同學他怎麼做嗎 他把這個A3把它改掉 改成A1乘上R的幾次方 兩次方 把這個A4改成A1乘上R的三次方 然後把這兩個詩子拿來解連例 把A1解出來 這樣是不是也OK 你聽懂嗎 知道我們的處理問題的一些想法 就是把第二個詩子頂發一次就好 你說把第二個詩子怎麼樣 寫一遍 寫一遍 什麼意思寫一遍 不是啊 就是 應該怎麼講 P老師上來講嗎 P老師上來講嗎 P老師上來講 什麼不用拿 哪裡第二個詩子寫一遍 第二詩子在哪裡 你說這裡喔 離寫不一樣 離寫不一樣 好 來想一下 同學那這題寫完 我們接著來看那個 換到第七頁可以嗎 來 換到右左邊 來 請換到第七頁 來 page 7 來 這個第七頁 他這裡也會提練習題 那這個練習題其實我覺得這種題目比較沒有什麼 我們給他兩個讚 我們就講過去就好 這種題目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觀念 他說 他說 a n 是一個什麼處理 a n 是一個等差 這個等差處理 你把它畫起來 a n 是一個等差處理 然後他的公差 來 聽說公差是多大 公差是2 然後他告訴你把這個等差數列的第二項把它抓出來 然後把他的第一項 a1 加上他的第三項 叫做 a3 還有把他的第三項 加上他的什麼東西 加上他的第四項 那麼這三個數字會成什麼 會構成一個等比數列 OK 會形成一個等比 那麼請問喔 這整個數列他的首項是多少 其實這種種類 來 或許你會怎麼做 你會怎麼做 其實我會這樣考慮這個問題 來 或許我問你 這個a2 a2 a2 a1 再加上幾個公差 一個公差 所以就是a1加多少 2 3 可以接受 然後同學我問你 這個a1加a3 來 我們可不可以用心算 同學這個a1 a1就是a1 這個a3是a1再加上4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合併之後會變成幾個a1 兩個a1再加上多少 4對不對 好 那a3加a4 其實a3寫成a1加多少 4 那a4寫成a1加6 所以這兩個合併之後 他就會變成 我再換個顏色 所以變成幾個a1 變成兩倍a1再加多少 10 再加上10 同學那這三個成等比 成等比很簡單 他們後向比前向的那個比值是個定值嗎 所以就是兩倍的a1加上10 去除以來這是a1加2 來會等於等於什麼東西 兩倍的a1加上10 來去除以多少 兩倍的a1加上4 這樣可不可以 那從這裡馬上看過 來看出來什麼東西 來同學我問你 這個2a1加4 除以a1加2 這個相處剛好等於多少 2 這個是不是2 對吧 這個是2 所以你把它乘過來 你發現兩倍的a1加上10 就會等於4倍的a1加多少 再加8 一相一相 兩倍的a1等於2 所以你的首相 a1就等於多少 結束了 對不對 這種題目我想 你會覺得有點無聊 就是這樣子而已 OK 來看好同學你課本 然後幫你先收起來 我們現在回來我們的筆記本 我們今天來我要講一個重點喔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個叫做地魂術力 來回到你的筆記喔 奇怪要得總統教育獎 那不是一般人嗎 那要有什麼特殊條例 對吧 好像我們那個204班有的同學 是也這種 是吧 好像也是嘛 那個要有很特殊的資格 才有機會 來 你把我標題寫上去喔 什麼叫地魂術力喔 這個地魂術力 我們對它下一個定義好不好 地魂術力解的很簡單 就是一個術力 它的相鄰項 注意喔 我講相鄰項 不一定是相鄰兩項 高中都是講相鄰兩項比較多 也有可能是相鄰三項 或者更多項 簡單來講地魂術力的定義是這樣 來我寫一下 麻煩你簡單地寫在你的基本上 一個術力的相鄰項之間 好 具有 OK 具有某種 規律的關係 規律關係 的數量 好 再一下 OK 我這邊盡量想得簡單一點 盡量想得簡單一點 盡量想得簡單一點 好 好 第五位的數列喔 我直接舉例啦 好 直接舉例 比如說來第一個例子 譬如說來第一個例子 譬如說1 來 我寫一個第五位的數列給你們看喔 好不好 來 這個第五位數列 來 A1是多少 A1是3 然後這個第五位數列是這樣 A1會等於A1-1再加2 然後其中這個N要大於2 來 你先把這個東西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然後我來告訴你一個地回數列 它應該要具備哪一些基本的結構 那為什麼叫地回數列 那從這個地回關係式裡面 我們好像又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有什麼細節要稍微注意一下 來看這裡 你知道什麼叫第五位數列嗎 像這個AN喔 等於AN-1加2 這個代表 同學AN跟AN-1 它們兩個是前後項的關係對不對 同學後面那一項都是前面那一項 再加上一個固定的長數叫做2 這個式子 同學你畫一個底線 這個一般來講 這每一本書本的寫碼不太一樣 但是我看到比較多的是 他們把這個式子稱為叫做一個地回關係式 每一本書的說法略有不同 但是我看到很多書是這樣寫的 他們把這個式子稱為叫地回關係式 也就是這個數列 它可能前後兩項 或者前後三項的那一個關係 稱為叫地回關係式 我們的課本好像是把這整個東西 叫做地回關係式 我覺得它這樣講比較不好 因為這個A1等於3 它其實應該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A1等於3 同學這個叫做什麼條件 你知道嗎 這個叫初始條件 initial condition 這個叫初始條件 這個都要麻煩來寫上去 同學你如果只有地回關係式 你只能看出這個數列 他們某幾項 他們的前後兩項 或者前後三項之間的那個固定的關係 可是你並沒有辦法去掌握這個數列裡面的數字 譬如說來 各位我問你 後面那一項是前面那一項 再加上一個固定的長數叫做2 你告訴我這個地回關係式 它告訴你這個數列根本就是一個什麼數列 等差對不對 後面那一項 前面那一項都是固定長數叫做2 所以它地回關係式長這樣 它就是在告訴你 這是一個等差的地回數列 對不對 這是一個等差地回數列 可是你知道它是個等差的地回數列 但是我現在在告訴你 它的第一項叫做3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第一項是3 那請問第二項是誰 就是5嘛 那第三項是誰 第三項就是7嘛 點點點有沒有 當你有了initial condition 有了初始條件之後 後面的每一項 是不是都可以透過這個關係式 去把它一個一個把它找出來 聽懂這個意思嗎 甚至不要講說第三項 我今天要寫dn項就可以 同學dn項是誰 dn項就是首項再加上幾個公差 n-1個什麼公差 所以我們也可以很快的寫出它的dn項 dn項就是3 再加上n-1 公差是多少 2 公差是2 所以這個數列 它其實是個等差數列 它的一般項叫做2n怎麼樣 2n加1 可以嗎 你看n-1的時候是不是3 n-2的時候是不是5 了解我的意思嗎 看一下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地回數列 這個地回數列 首學你要注意一個小小的細節 考試它有時候會希望你寫出 這個地回數列的這個數字 寫出這個數字 首學你知道這個n大於等於2嗎 這個東西你覺得重要嗎 重要 重要 其實這個不能漏掉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要寫n大於等於2嗎 代表說從第二項開始對不對 就是這個關係式 第一項在這裡 我們的首項 初始條件在這個地方 當n大於等於2的時候 這個就是它的地回關係 就可以一項一項把它找出來 這叫等差地回數列 好 這簡單的例子 我這個 現在課本合成很簡單 有等差地回數列 同學你覺得會不會有等比地回數列 會 我們第二個例子就來談一下 課本就講這兩個 來Example 2 那等比地回數列 我們也可以很容易隨便舉個例子 比如說有一個數列 它的首項是多少 它的首項是4 所以你知道這個叫初始條件 然後我如果告訴你 它的第n項 剛好是它的前一項的幾倍 1 3分之1倍 當這個n大於等於2的時候 好 來同學我問你一件事情 來請看這邊 同學我問你 後面那一項是前面那一項的 某個固定的長數倍 3分之1倍 這是一個什麼數列 後面那一項是前面那一項的3分之1倍 這是等比數列嗎 它的公比就是多少 3分之1 對不對 這是一個等比地回數列 同學你應該清楚 如果今天它的第一項叫做4 那我問你 它的第二項來v2是多少 對 就3分之4 對不對 如果要寫出它的第三項就是多少 9分之4 甚至點點點 如果今天我要求出它的一般項來vn 我要求vn是怎樣 vn項就是首項再乘上公比r的幾次方 n-1次方 對吧 那首項是誰 首項就是4 再乘上公比1 3分之1 的幾次方 n-1次方 就這樣子囉 對不對 所以等差定回數列 等比也有定回數列 這個課本 大概就講這兩個很基本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喔 來旁邊 我要請同學寫一個小小的注目 這個注目 來 同學問你喔 是不是所有的第一回數列 都可以寫出它的一般式 我告訴你不一定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情就好 所以這個注目寫在旁邊 並非所有的地回數列 接可 寫白話一點 來接可 求出 它的一般向 我們現在課本的教材 越善越善越來越簡單 那我想有些東西呢 就是既然課本沒有 那我們也不特別 再一直去做補充 因為一直去做補充 有時候也會影響到我們的進度 這個 跟同學說明一下一些觀念就可以了 有些地回數列 它是寫不出一般向的公式 那到底是哪一些 那就看將來囉 你可能以後念大學 如果你念中央念數學期 那你可能就會遇到 要去處理類似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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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